Hello 我是Aman 2019年12月8日遊行 屠龍小隊計劃在灣仔放置炸彈 和以槍手伏擊警員案件 7名被告被控處謀爆炸、謀殺 籌集財產罪等等 案件印用反恐條例起訴 案件今天已經進入第19日審訊 繼續由控方證人本案同謀 屠龍小隊的認罪證人王振強 繼續出庭作弓 阿旺繼續出庭作弓 承認透過Telegram的玉龍Channel 作來招來眾籌 吸引金主去課金 而阿旺再次強調 他和劉沛盈和Ken 都是玉龍和楓葉組群的帳戶管理人 都有權登日 阿旺指出資助屠龍小隊的眾籌 有些大壓的金壓和小壓的金壓資助 而大壓金壓資助的金主們 他們設定閱讀後積墳的功能 即是看了十秒八秒就會自動刪除 並不是由組群的管理員設定 阿旺表示 相信有部分背後金主是專業人士 他們懂得避開法律的風險 不留下任何證據 他重新不會主動消除對話 阿旺回應辯方有關組織其他恐怖主義活動 例如殺人用炸彈 阿旺表示使用汽油彈 都是屬於恐怖主義活動 阿旺說 用了五十萬眾籌的錢 去買汽油彈 但沒有想過用玉龍頻道的資金 去買炸彈和槍 阿旺指當時很想買到槍 拿到槍 如果有手足用了槍 他會準備錢給手足著草用 好了 今天先說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新的案情 就要繼續留意屠龍小隊的審訊最新發展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